請訪訪 我是陳懷吻中華民國111年920 今天是禮拜一 對不起 今天是禮拜二 這個走心禮拜二 我們聊天室呢 竟然會有一些大陸的網友來大發議論 我是不太歡迎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YT的聊天室你在那边聊 意义不大 聊天室你在那边 因为聊天室洗得很快 你在那边打一大堆我是看不到的 譬如说我现在在主持节目 你在打什么我怎么看得到呢 所以呢 我是希望如果你真的有意见要谈 你每个礼拜一晚上 可以到这个 这个YT的观点频道来 这个连线 那我 我跟各位我没有再带面具跟你主持 因为每一位call in的朋友 他的这个 这个看法 什么角度不太一样 我这样讲比较抱歉 我播一个 我从跟大陆的听友连线以来 第一名的连线给你听 好吧我播第一名的给你听 来来来 我记得这么多通 他是第一名 目前的第一名 北京的吴先生 那个 这个武功的吴 吴先生 北京的吴先生 来来来 首先这大陆人来说 统一是比较 我觉得你们台湾其实 与其炒绿 炒作这个台湾的假问题 不如好好善用你们 国民中也有个恰意呢 然后想想怎么来应对 大陆 因为现在其实 大陆处理台湾你不迫切 但是如果真正要处理的时候 你们准备好了 吴先生 我讲一下我接了应该几百通友了 好就是大陆朋友的上百通友 不能讲几百通友上百通的扣运 你你讲的最好 我目前给这个第一名给你好不好 你刚讲这个非常的 非常有鉴定非常有鉴定 我能夸奖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又不认识你我夸奖你干嘛 我是跟你讲塞话 你讲的是最好的 你刚讲的那一段是我开这个call in 我得到的那个 feedback那个回馈反馈是 我觉得目前为止你是第一名 好不好 北京的吴先生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花时间 那我们要想想因为我们 我们这边有点乱你知道 这个所以有些大陆的网友 喜欢就是在聊天室 这个嚷嚷几句什么的 那个就欢迎你上线来谈啊 你都能够翻墙在YT 这个畅所预言的 你为什么不能下载discord聊两句呢 对不对 昨天本来约定要上线的飞云 就飞走了 南京的秦先生 你弄个连线你也弄不好 你到底是在干嘛 这打钢地聊天室 这个怎样那个你有意见 那个什么 大陆北方网友 什么 李锐军 你每天在聊天室讲 讲个两句两句 那个跟没讲一样 你要像北京五行 讲出你的一套 这个观点 你的看法 论述讲出来 讲得非常好 那 我跟你讲 我 搞不好我待会就那个了 我最近这几个月 我讲这我很抱歉 最近这几个月 大陆网友的 在我们 会人看社会的连线 跟我想象的有相当的落差 跟我期待的有相当的落差 跟刚刚你听到北京五行人讲的 我再播一遍 你听听看人家讲什么 人家那个是有备而来啊 那个才叫有备而来 我前一阵子接到上海的那个潘潘 他打来说 惠哥 我建议你跟这个像TVBS中天的主持人 先跟他套招套好 公开叫我跟T台的主持人套招 谈什么呢 他说你可以谈一下这个统一的好处跟坏处 这还要套招 统一的优点缺点统一的好处坏处 这我们多久以前都在谈的 这套什么招 盼盼你第一通扣印讲的很好 你第二通扣印讲的实在是太 我再让大家听一遍 我为什么认为北京五行人讲的 我们听前面就好 你听来来来 从一只大陆人来说同意是别 我觉得你们台湾其实 与其炒绿炒作这个台湾的假问题 不如好好善用你们国民中也有个恰意的 然后想想怎么来应对大陆 因为现在其实大陆处理台湾 你不迫切 但是如果真正要处理的时候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人家大陆的网友讲的这么有见地 对不起因为刚刚喝了一个冰淇淋四季春 所以有点渴 吃变给掃 这个贪吃 这个胖 然后就渴 不好意思 好 这个再听一次北京五行人的谈 因为我发现聊天室很多 就是来喷个凉 像之前一个J20 就是尖20 他的聊天室喷个凉去太好 那有些大陆朋友我觉得比较怂的就是 当我邀请你上线的时候 你千方百计不敢来 啊 霍恩哥 我在忙 哎 我这个这个discord没办法下载 你都能翻墙 你不能下载 你骗谁啊 牵托一大堆 好 那在聊天室喷的 大家喷来喷去 喷的开心 秀出discord叫你扫 这个怂的人一大堆 你把你想讲的 有备而来讲清楚 我比较欢迎 你在聊天室喷两句 喷两句 你喷谁啊 你 这个真的是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北京五线讲的这个 你看周刊啊 八月三十爆料 明天张善政要开记者会啊 教大家拭目以待 看来都觉得好笑 这已经三个礼拜了 足足三个礼拜了 张善政终于要出来开记者会了 我真的觉得 有人批评他不会选举 我是觉得这个 你连基本的危机处理都做不好 我不相信你会做什么 就是 镜周刊破了你 破了你一盆 当然也包括民进党 郑运鹏啊 郑文燦啊 民进党的桃园市长 不做文宣 做DM 挨家还挨户去塞啊 在桃园啊 大街小巷塞那个 那明天张善政记者会 有什么拭目以待的 我到时候看他明天讲什么 我都觉得很奇怪啦 好 那今天周刊再爆料是高宏安的论文 这到底要谈什么呢 高宏安的论文有什么好谈的呢 那你为什么不讨论郭正亮的论文呢 还是讨论赖月谦的论文 他们都是博士啊 高宏安是博士 这个赖月谦跟郭正亮都是博士 我们怎么会是每天在吵论文呢 所以很遗憾靖周刊哦 跟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一周刊 因为他都是一周刊的人马出去开的 跟以前一周刊的这个基本的水平差太多了 这不可同日而遇 当然一周刊已经倒了 这个时势所趋 这靖周刊你这基本上变成打手了 所以你看靖周刊他去申请靖电视啊 整个NCC是这个泡泡踏踏 这一路开绿灯啊 靖电视一个月换了三个董事长 NCC也就是无所谓 一个月换三个董事长 那你这什么玩意啊 靖电视被蔡壁如他们去检举 检举一大堆NCC就当中没看到 然后看到中天啊 急急如律令啊 追杀中天啊 靖电视这么多问题没事啊 有什么事 NCC觉得没关系啊 就让他吵啊 就让他乱啊 因为人家靖电视有找人去处理啊 找这个前民进党的这个 民进党的前秘书长洪耀福啊 好去处理啊 人家去处理的那些人啊 那你是处理什么 所以基本上这个媒体的这个环境 很恶劣 所以各位同学 就是说我们台湾最重要 最迫截的是选举跟论文嘛 我们后面跟你谈的都不是选举 也不是论文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啊 很重要嘛 有些人觉得因为 参选人当然觉得很重要 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我们现在的状况是选举跟论文哦 到底要吵高宏安的论文是吵 今天高宏安把民进党把林志坚酸了一顿 我是觉得有点酸啊 因为基本上他有点在嘲笑这个林志坚的学历 这个也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你是学霸嘛 就是什么北一女啦 台大啦 然后去美国念博士什么的 这是学历很好 但是林志坚的学历是很不好 但你去校人家学历 我觉得也 也不是不是很恰 因为高宏安他也没有这个从政的经验 他也是第一次当立委啊 那高宏安你为什么能够当立委呢 不是你选上的 是郭台铭给你的 郭台铭庇佑你啊 不然你怎么会到柯文哲的民众党去当立委呢 你根本不是柯文哲的人 你是郭台铭的人啊 不是吗 你去校林之间的这个学历 说人家是什么大学的夜间部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 但是是民进党在搞你没有错 因为你们跟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拼新竹市长 然后如何如何 那选举 我觉得你去校人家说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什么的 这个 这就是高宏安你要再去成长的地方 因为你也从来没有从政过 你说你试任新竹市长 我是觉得 这个有待磨练 你像柯文哲从来没当过 没有从政过他直接当台北市长 台北市这八年就是乱成这样子 川普也从来没有政治经验 川普当总统当四年 你看美国多惨 被他搞成这样 所以你说政治素人 这个 没有 但我必须承认是泼脏水 你没事去搞人家这论文干什么 这就是民进党 肮脏选的这个 肮脏瘾 民进党的这个选举是很厉害的 我刚跟你讲张善政的那个研究报告 研究计划什么的 根本就莫名其妙啊 我想请问静周刊 你去攻击高宏安的论文 你为什么不去攻击张善政的论文呢 张善政也是博士啊 那你去搞他啊 你为什么不去搞他的这个 农委会也配合演出啊 农委会张善政的这个问题 这个整个就乱掉了 这就是蔡总统跟民进党 他为了想赢 他不择手段都要赢 我举个例子 我们待会后面两段再谈 我举个例子 我们谈那个前瞻基础建设 我们这两天不在谈 花莲台东 那个蔡总统跟苏院长 连连线都没有 连电话都没有 这样胡适花莲跟台东 前瞻基础建设 八千八百亿分到最多的是高雄 高雄市啊 为什么是高雄市呢 因为当时的高雄市场是陈菊啊 那蔡总统在政治上面 他非常需要陈菊 新潮流大解大 陈菊政治受难者 在民进党大佬的地位 他非常需要陈菊 所以陈菊在当高雄市场的时候 蔡总统 前瞻建设给啊 反正那时候你怎么知道 韩国瑜能够当选高雄市场 国民党不可能在高雄执政的 砸钱 全国22县市拿到最多 前瞻基础建设预算的是高雄 结果韩国瑜竟然赢了 怎么可以给你赢呢 那后面拿到预算减彩的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的钱 都让你去发挥的 这还得了啊 你飞下来不可 这个就是为什么 罢韩一定要成功 这是原因之一 贝勒晚餐 我是陈菊 我是举例给大家听 刚提到高雄 高雄的捷运 它有条黄线 新盖的路线 陈其迈 因为韩国瑜已经被干掉了嘛 陈其迈他送交通部 18个月核定 18个月就一年多 就核定了 你去盖吧 台中捷运 卢秀燕在执政 也要捷运也要再延伸 应该是蓝线吧 捷运反正颜色不重要 那我们也要延伸 也送了18个月 门都没有 奇怪都是捷运 为什么高雄送18个月就核定了 为什么台中卡在那里 柯文哲上任卡大巨蛋 他就是要叼郝龙斌嘛 骂马英九嘛 对国民党极尽之谩骂羞辱啊 我不晓得陈昌文跟罗志强在想什么 他们看到柯文哲就觉得 一定要跟柯文哲合作 我就不晓得你们两个在想什么 陈昌文 不要再做梦了啦 你跟柯文哲合作你们好了 好 柯文哲一上任卡大巨蛋 结果呢 他快卸任了嘛 12月25日他就卸任了 赶快再剪彩 剪你个头啊 民进党会让你剪彩哦 换民进党卡你啊 卡在那任部卡了一年多年 动都不会动啊 啊我问你哦 卢秀燕被卡嘛 对不对 柯文哲被卡嘛 对不对 你觉得韩国瑜如果继续带高雄当市长 会不会被卡 啊我是不是三年前就跟你说会被卡韩 我是不是三年前就跟你讲说韩国瑜在高雄会被卡 哎呀干嘛选总统啦 不要贪心啦什么的 他在高雄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啦 卢秀燕被卡柯文哲被卡侯又宜也被卡 你告诉我说韩国瑜在高雄不会被卡那你是你你实在太好笑了 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前瞻基础建设真的是高雄分道最多 但不会让韩国瑜做的啦 为什么民进党割喉要割到断啊 斩草不出根 我讲民进党参计是他的政治斗争是厉害 他执政就是分蓝绿啊 同样是捷运高雄可以过台中就不能过啊 台积电去高雄弄了一块那个中游五清的地啊 当时韩国瑜看准这个地说 哎这个来弄个赛马场好了 他很多天马行空的这个idea 至少他是非常活泼的 不像那个什么朱立伦啊 蒋万安啊 这种死板板的 韩国瑜跟那些国民党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 那我们来弄个赛马场好了 那当然这个动保团体先骂一顿 因为动保团体是反对赛马的 骂一顿 然后呢 经济部说这个五清 这个要整地嘛 因为污染啊什么的 大概需要17年啊 你没有听说17年 17年你嘛好了 17年 小朋友出生都念高中快毕业了17年了 后来台积电说要去高雄 因为韩国瑜被干掉了嘛 就蔡总统陈其脉正去台积电高雄 整地一年 一年 你应该韩国瑜说要这块地 你不是说17年吗 那是韩国瑜啊 你是你 陈其脉要一年就好了 你还相信民进党那里面的事情 这个我不谈 来 我跟各位讲 最重要是地震防灾跟两岸的风险 我想地震防灾就是说 因为这几天台东跟花莲那样地震 这节目我们从921学校就说你像我自己因为我也是跑921地震我才知道 我在我的这个床的旁边我是一定放一瓶这个2000cc的矿泉水 我买来就放那里 我也放一两年有了 我像一年前搬家什么 我也从来没打开 这水会不会过期过期就过期啊 然后旁边一定是一个那种小的那种 那个手电筒 平常就是摆那里 我今天看这个人家在写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 这个大企业公司 他们有训练 比如说在上班 地震的怎么办 每个人就先 比如说我是这个科长 那我已经先准备好 只要一发生地震 我主管的这个资料 我要带走 因为带走 搞不好楼会塌啦 会火井什么的 这公司的资产 公司的重要资料 我要逃难之前 我会把我准备的那一箱东西带走 然后你是经理 你要负责什么的 你要带走 然后你是科员 你保管什么的 你要带走 大家把自己执掌里面的这个 你的这个任务分配里面 该带走的要带走 不是慌慌张张的跑 我也很难讲说 我们从九二一大地震学到 什么教训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的这些 你说台湾的公司 好像有这种任务分配跟训练吗 我不晓得 还是地震来 大家就跑或什么的 或者你自己的防灾准备 你看地震这样 我们要讲这个两岸 来 这个是给我满意度那一张 因为之前啊 我承认蔡总统在 这个2020的中 那他赢啊 他赢过头了 他大胜韩国瑜19% 那甚至于韩国瑜的得票率还输2008的谢长廷 这是我一直很不甘愿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谢长廷跟韩国瑜 这样子比我实在是对不起韩市长 但是谢长廷他接的棒子是 陈水扁的贪腐 这个对谢长廷也是非战之罪 虽然谢长廷之前是行政院长 这个陈水扁的行政院长之一啊 可是陈水扁第二任的乱搞 那谢长廷在这么不利的 因为他们初选又选的这个 刀刀剑谷什么 结果最后 投票的结果是 韩国瑜的得票率还小叔谢长廷 零点几%这样子 所以我不得不说他选的非常的不好 种种的人设被摧毁 民进党的建招 香港的反送中 习近平的习武典 蔡总统的芒果干什么的 各种国家机器 侧义团体对他的围剿什么的 国民党的不团结 王金平 郭台铭 柯文哲这些人的这个 当初背叛韩国瑜 去投靠郭台铭的 现在都获得重用 我不晓得朱立伦这样子是为什么 2020总统大选 国民党背叛韩国瑜 去挺郭台铭的 现在通通都回来了 还通通获得重用 我就不晓得朱立伦到底是哪一招 好 那在蔡总统高票连任之后呢 就开始像蔡思平这种人呢 伟汉兄也谈了好几次 我都 我也不想跟他们吵 因为毕竟伟汉是朋友 我不想跟他吵 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抗中宝台是个主流 然后就说什么人民已经做出选择 这话我也一直很难去反驳 因为蔡总统是高票连任没有 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在各种国内国外 境内境外的这种 像王立强的那个澳洲政府 那个叉叉 说王立强说什么 韩国瑜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拿了很多钱给他 然后怎样怎样 鬼扯啊 然后王立强还不知道什么 向欣拱亲夫妇 是他的上限啊 什么的 向欣拱亲马上被限制出境 台北地县署啊 检察长就是现在的总长行太招 然后呢 然后也没事啊 没事啊 向欣夫妇有怎么样吗 有洗钱吗 有贪污吗 有是匪谍吗 你证据拿出来啊 什么都没有啊 他没有办他匪谍呢 他起诉他起诉他洗钱啊 他到底洗什么钱呢 也不知道 就案子卡在那里啊 就我就跟你讲 各种的建招 澳保 辣三名 民进党是发挥的淋漓投车 在2020的总统大选啊 然后 我认为是 我承认蔡总统是赢啊 可是你是肮脏选肮脏赢啊 可是他们就去扩大解释说 啊 人民已经做出选择了啊 啊 九二公司也没有用了啊 自由时报他们就在恶搞啊 然后国民党里面一堆失败主义 嗯 九二公司这没好 九二公司历史名词啊 九二公司是没有公司的公司 我们不要再谈九二公司啦 谈九二公司选不上啦 啊 然后还有人讲说什么 什么年轻人打开菜单里面没有国民党 那打开菜单里面是什么 是鸡腿饭还是排骨饭呢 莫名其妙 各种的那种 哇 这种 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人会变啊 他的想法 他的这个 什么会变 那我也 那时候我一直被写 我也不想说 抗中保台是主流吗 连卢秀燕都讲抗中保台 我说卢秀燕你是怎样 卢秀燕说抗中保台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你自己 来来来 我这不晓得 他是在想什么 抗中保台是每一个国民 每一位首长 尤其包括中央到地方首长的共同责任 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政党 他专属的权利 也不应该用此来操弄选举 是啊 是不能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抗中呢 保台是没问题啊 我是台湾人当然保台啊 不然保谁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抗中呢 我们今天有网络投票 那还没投票的朋友赶快去投 待会我们会谈到赵春山教授的那个 好吧 那这个当然也没关系啦 就是 我以为主流 因为基本上国民党是被打趴啦 韩国瑜是输掉一场选举啊 江启臣跟朱立伦这两个党主席 是整个战场都输掉啊 就拱手让给民进党啦 就是包括我一直跟你念之在之的 修宪跟公事的人事案 我们修宪的门槛是四分之三 公共电视的人事权门槛也是四分之三 民进党没有国民党是过不了的 这两个重要的同意权跟人事案 朱立伦都投降啊 哈 你要推公共电视哦 那我也推几个我朋友进去啊 里面也有我朋友啦 但后来又被干掉什么的 我就不讲名字了不好意思啊 可是朱立伦要的人也进去啦 我分几个董事也好 我分几个监事也好 国民党就没骨气到这地步啊 蓝军没有人去骂朱立伦啊 那我免谈 修宪四分之三 讲完你为什么要配合呢 你为什么要去配合民进党修宪我不懂啊 你不是说要签遵守宪法承诺书吗 那宪法为什么要改呢 就不是只有18岁的同意权嘛 他要的是降低修宪门槛 然后废考试院监察院他将来是要自宪的啊 我也非常感谢独派的那些团体 他都跟你讲名的我就是要自宪啊 修宪不够口气啦 你也好的修宪那 他根本不要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是来过渡的 他是要窃国啊 他是要把这国家给毁啦 那你干嘛去修宪你 你配合民进党修宪你是干啥呢 这种需要四分之三高门槛的 朱立伦都投降了 那在这种氛围之下 那阿智给我下一个标 你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是联合报的 这个长期做蔡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评价 从2016年了开始做 2017 1819这样一路做 这一次啊 当然也包括 跟之前裴洛西那个是领共军的 这个解放军军一定是有职业关系的 不满意度是53啊 满意度是33啊 这是两岸关系这个部分 对蔡总统不满意的是过半啊 53比33啊 差了20%啊 好你看2018啊 是68比19啊 那时候差距将近50% 68比19是差 49% 将近50% 然后53跟33是差20% 所以黄伟翰觉得这个这样还好 因为那时候是差50% 现在是差20% 我对伟翰兄的数学 我也是非常的佩服啊 对啊没有错啊 你要去跟2018比 可是我也想跟黄伟翰抬杠一下 2018年的时候两岸关系 有现在这么差吗 我是没时间跟他吵 因为已经一点了 我们要收播了 2018年的两岸关系有这么差吗 没有啊 2018年蔡总统九合一选举之所以崩盘 跟两岸关系没有什么太子 因为那个时候只是被断交几个国家 那时候的两岸关系还没有 现在是最差的时候啊 上个月解放军台军演呢 上个月啊 8月4号到8月7号 今天9月几号 今天9月20啊 这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啊 你就忘了吗 所以是满意他的是33 我也很想 因为这是联合报的民调 就说对蔡总统两岸关系满意这33 你满意什么呢 我是要跟这338的人 韦翰兄的意见我尊重啊 然后一定会有人这个跑去 陈慧文在广播骂你 我当他的面我都敢骂他的 我还在广播骂他 他的意见我尊重啊 他的数学也没有错啊 2018的差距是更大 你自己看那个表 2018差距更大 可是你严格讲起来 2018那时候的两岸关系 跟现在比 现在是比2018更差 我相信韦翰兄也会承认啊 好 我们不谈黄韦翰 我们回到蔡总统 你有33% 三分之一的人满意蔡总统两岸关系 你满意哪一块啊 飞弹都打到头上来 你还满意 两岸不读不回呢 两岸敌意螺旋呢 这样子你满意 你这338朋友你们在想什么啊 然后53%是不满意的 我觉得53%这数字 各位听到没有 荣我贪心啊 我觉得太低啊 我觉得太低 我觉得这个53%是过半 可是我还是 我觉得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满意蔡总统的两岸关系 这病得不轻啊 这个两岸关系是远远超过当年的马跟匾 甚至比李登辉1996的台海 危机还严重啊 李总统那时候1996的台海危机 那个时候的大陆 是26年前的大陆啊 1996啊 我们别的不谈 26年前的大陆的这个飞弹跟银弹的实力 差远啊 差远啊 1996年的时候 可是现在是2022年啊 各位同学 现在大陆银弹跟飞弹的实力 它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1996年有上河组织吗 没有啊 1996年大陆有一带一路吗 也没有啊 对不起 1996跟现在差26年了 所以我说蔡总统这样的一个两岸关系的恶化 是比当年的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都还严重 所以所谓的第四次台海危机 东风飞弹都射到我们头上来的 国防部不敢承认啊 要不是日本防卫省宣布了 我们还不承认 他就打算骗你啊 不知道 没有啊 我就不晓得日本防卫省是故意啊 飞弹飞到你们头上 你们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 政府不讲 他就框你啊 所以 对这33%的朋友 我是很失望的 飞弹晚餐 我是陈辉文 这个特定媒体像静周刊这种的 他丢一个论文你就去讨论 那你就 你就是中他 他丢一根骨头你就去追啦 我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那个什么巴德运动中心 那个天花板掉下来 自由时报我没看到他写 他搞不好写在地方版 第二个 蔡总统跟苏院长 在中央灾害中应变中心 一级开设的情况下 既然没有跟花莲台东连线 后来蔡跟苏都道歉嘛 对不对 我在自由时报也没看到啊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写 故意写去地方版啊 这种消息他都不登啊 这种消息他都不登啊 我不登怎么就有规定要登吗 我不登啊 这种民进党的烙溽东西这怎么可以登呢 郑文燦的那个天花板掉下这不能登啊 蔡总统忘了跟花莲台东连线这也不能登啊 我就地方版啊不能电子报处理的啊 我只本全国版我就我没看到啊 还是我看到了 人家中国时报都有啊 联合报都有啊 那绿媒讨论吗 因为很抱歉 这个电视的绿媒 我看 我怕我看了之后我就GG了 我就没有看啊 在讨论周宇寇我不是昨天跟你讲啊 讨论什么 蒋万安的爸爸的绯闻 还有蒋万安应该去念DNA 蒋万安不是蒋经国的这个后代 讨论这个啊 上个礼拜是全国第一名 上个礼拜五全国第一名 今天看到昨天的收视率 昨天礼拜一退步了全国第三名 但他同时段还是第一名啊 大家看的可那个是 你要去谈那种被随之起舞的 我是比较没有办法 我干嘛去讨论高宏安的论文 因为一点都不重要啊 唉 我比较希望高宏安把那个调和式民调拿出来 我看一下 你是怎么做民调做到只有郭台铭能赢蔡总统的 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啊 好 来我们换那个赵教授那一张 这个呢就是我们网路投票的题目 欢迎大家投票 我会公布我的答案 我马上公布我的答案 你自己去投 就是赵春山教授啊 他在看这个两岸啊 他的讲法是说 这个习近平二十大顺利连任之后呢 两岸啊还是得去面对这个 难逃这个 难以逃过这个摊牌这一刻啊 那我今天网路投票的问题就问大家说 这个摊牌的时间表控制在谁手上 是美国吗 是拜登吗 还是我们 还是习近平 还是北京当军 你觉得摊牌这个时间表 摊牌的这个按钮 就我们之前讲的统一时间表 是谁在控制啊 就像我刚刚播北京五先生的那个 Coin跟讲说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他问你准备好了 我们没有准备啊 我们每天关起门来就是在炒论文 炒马桶 炒卤肉饭 我们炒都是很低层吃的东西啊 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些问题啊 谈这些你心情就不好 你就转台 你要看的是 蒋万安的爸爸当年开房间 那干我什么事呢 那几年前的事情啊 女主角到底是姓王还是姓李 赵前孙李周五成王啊 百家系你慢慢拆啊 他慢慢跟你玩啊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怎么会去讨论这些东西 人家要摊牌啦 赵教授是两岸的专家 他跟你讲说难逃 他之前一直跟你讲说 大陆以前是反独 以前啊 前几年他就反对台独反独 他现在是要触统啊 他不会去管你美国是拜登还是 这个这个川普他不会管这个 拜登你在口误一百次什么 要出兵什么他根本不在乎 他说 美国有个最基本的 我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 不管你是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 对大陆他要统一 你战略清晰我还是要统一啊 你战略模糊我也要统一 管你啦 他已经强大到他不用管你了 现在不是1996年耶 1996年 美国派两砂航母过来 这个飞弹危机就结束啦 2022年 解放军呛说要演习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往日本开啊 雷根号就跑走了啊 这个叫做尖若磐石啊 你为什么不再派两艘航空母舰来呢 你为什么是往日本开你有病啊 他去往日本开啊 今非昔比的啊 我跟各位讲来呢 啊这上我这一标啊 我跟你讲摊牌的时间是大陆决定不是美国决定啊 齁你帮大陆讲话我帮大陆讲话干什么啊 是有钱可以领啊 我跟你讲摊牌的时间是大陆决定不是美国决定啊 你根本不用管拜登讲什么啊 拜登讲完白宫就否认 我们应该跟美国抗议啊 你是凭什么玩我们 你什么东西啊你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我会defend 台湾然后 白宫就说我们的这个one China policy没有变啊 已经四次了 拜登是美国人 他不晓得什么无三不成理事不过三啊 你玩我们四次 然后呢 我们这边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 时代力量通通跪下来 看到美国通通跪下来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毛病就看到美国先跪下来 先跪下来再看这个美国爸爸讲什么啊 看到大陆呢拳头先硬起来说他讲什么 看到美国是先跪下来 看到大陆拳头就硬起来 莫名其妙啊 我们病了这么多年的不会好啊 我刚在TVBS讲 我再找谁买 我上礼拜五 我跟你讲过 我们用大中华区买iPhone Apple他的大中华区就是 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 叫做大中华区 我们透过大中华区买iPhone 买iPad 大家买的开心的不得了 那是大中华区买的啊 我们要用大中华区买疫苗 蔡政府打死也不肯啊 蔡总统不行 我们不能透过大中华区买疫苗 你可以透过大中华区买iPhone 你为什么不能透过大中华区买疫苗呢 害死很多人啊 我为什么逼蒋万安要去调合约 你去告陈时中干什么 你可以调合约你为什么不调呢 你是 我真的不晓得这么软弱 那是谋财害命啊 可以透过大中华区买iPhone 为什么不能透过大中华区买疫苗呢 到底是iPhone比较重要还是疫苗比较重要呢 黄孟凯你会当文传会主委吗 黄孟凯我在讲什么你有听懂吗 国民党已经换了三个文传会主委了 我跟你讲换黄伟翰啊 你看到黄伟翰今天帮民众党辩护的那个热情 让他去帮国民党辩护啊 只要讲到民众党的前面那个谁 不知道是中博区那谁 讲到柯文哲他马上就 他马上就牌子就拿起来了 黄伟翰重不重的有够深的 我实在是也非常的这个 他是真的爱民众党啊 真的爱 我是比较希望他爱国民党 可是他显然比较爱民众党 我也没办法 讲到民众党他就一定买 哎呀 尊重啦尊重 我讲实在话 他要这样子也是他的这个他的决定 我话讲回来就是说 我们的病 不会啊就是说 到底是iPhone比较重要还是疫苗比较重要 想也知道是疫苗比较重要 那你为什么在上面打转你害死多少人 这是蔡英文跟陈时中不敢面对的啊 你复必泰讲 讲清楚的就是我讲的这个 所谓的大中华代理权啊 没有什么啊 你就买啊 疫情这么严重 死这么多人 你还在那边 在那边够住谁 国台班要送你 你也不要 国台班要送你 你也不要 你是有什么毛病 来来来 我们的网路投票 今天告一段落 明天继续 阿智明天这个题目再来一遍 赵春山教授分析 两岸关系 难跳过摊牌那一刻 你认为摊牌的时间表掌握在谁手里 不知道的2% 掌握在美国手里的9% 掌握在台湾手里的10% 掌握在大陆手里的78% 好 谢谢大家参加投 明天我们继续投 掌握在谁手里啊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 来 阿智给我那个维持现状那一张 那联合报 因为这个是大规模民调 他也问到这个 对两岸的这个未来 那 主张希望维持现状的高达53% 这数字我都不晓得在讲什么 至少这53%的朋友没有在听我节目 我也是笑一笑的 这是开玩笑 53%的朋友认为 希望维持现状对台湾前途的主张 这是联合报作的民调 你看历年来都是接近50%的这个 就是大部分的民意是维持现状 这个就可以可以告诉你 游英龙上个月做的民调说 50%的人要台独啊 50%的人要台独 那我可能要先把东西收一收 如果真的是50%台独 很快大度就打过来了 你以为我们做这些民调 我们在舆论讲这些东西大度都没在看吗 他们都一清二楚啊 如果今天台湾的民意已经变成是50%台独的 他不会等到这一天还不打你 不可能啊 53%说要维持现状 可是我一在的苦口不幸 我们已经没有现状可以维持了 所以我认为做民调的就是不要再做这个 没有这个选项啦 在蔡总统执政之下 两岸有什么现状呢 蔡总统执政跟马总统执政有一样吗 所以我被扣红帽子我也不怕 到底两岸的现状是谁改变了 是胡锦涛交棒给习近平改变了吗 他们2012 2013就交棒了啊 我们这边2016是马英九交棒给蔡英文啊 到底是大陆改变的现状还是台湾改变的现状呢 很显然的是台湾改变的现状啊 因为马总统的两岸关系跟蔡总统两岸关系根本是完全 迥然不同啊 是我们改变的现状啊 那你还要维持现状是什么意思呢 就没有现状啦 马英九可以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见面 蔡英文可以吗 蔡英文愿意吗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你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那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呢 我都想把你罢免啦 是我没办法啊 立法院过不了不然我早就想罢免你啦 你是总统你要捍卫这个宪法的啊 你根本不要这个国家你不要再装啦 你去问FAPA那些人 FAPA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你问美国那些独派团体说你爱中华民国吗 他根本不要中华民国啊 为什么叫做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为什么要叫台湾政策法 你为什么不叫中华民国政策法 为什么要改台湾代表处 为什么不改中华民国代表处 他根本不要中华民国啊 为什么在美国的少棒比赛 在我们的威廉波特他说叫做台湾对加油 为什么你不叫中华对加油 中华这两个字看了就碍眼啊 不能不能用中华 中华对加油我不喊啊 以前都叫华侨 现在叫做台侨跟华侨 把国家分裂的是谁 是民进党跟蔡英文啊 把我们中华民国分裂了 就是蓝的跟绿的啊 捅的跟赌的 他就把你分裂啊 然后自由时报大打说 你是分裂的因子 说我是分裂的因子啊 这你还在 就没有现状可以维持啊 怎么怎么还在想怎么 来啊这给我修宪那一张 和选举同时举行的 还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 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的主张 现在终于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 有机会能够入线 民进党坚定支持 这项长久以来的主张 这一次让我们民主前进挺18 来给我裴洛西那个图 还有裴洛西那个表 谢谢阿兹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TEDS 在中秋节之前 TEDS是我们国科会委托政大 一个大规模的民调 台湾选举民主化的这个 这个研究 去年做的大规模的这个面坊 三千多个样本 国民党的支持者是反对修宪 国民党的支持者是反对修宪比较多 你看看裴洛西这个联合报的民调 国民党支持者认为 裴洛西来是必大于利的 必大于利 你可以把他解脱 他反对裴洛西来 不欢迎裴洛西来的是76% 四分之三的是不欢迎不支持裴洛西来的 我找一下那个英文 英文怎么不见 来来来 我也想以身为立法委员的身份 接下来用几句英文来表达我的看法 我后面不跟你听了 中间卡住是他自己忘记了 他卡住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动手脚他自己卡住的 我想请问朱立伦我想请问蒋万安 修宪的事情裴洛西的事情 国民党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反对的 我想请问朱立伦跟蒋万安 你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大部分的支持者对着干 我看不懂的是这个啊 你说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们支持蔡总统支持民进党 我尊重啊 我也尊重韦翰兄的各种看法 我都尊重啊 我现在问朱立伦跟蒋万安 你为什么要跟国民党支持者对着干 问题在这里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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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